救護車火速的開往醫院要趕緊將重彈的遠警送往搶救 原來桃園楊梅分局一名警察12號凌晨2點多 跨峽區來到新竹縣湖口相訪查 卻在路途中發現新竹警方正在追棄破壞車輛的嫌犯 因此上前幫忙展開警匪追逐 卻在追棄過程中遭到歹徒開槍反擊 遠警當場肩膀重彈 幸好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還在持續觀察 歹徒嚇得當場開車加速逃逸 疑似是往新竹市區移動 新竹警方展開全面追棄 不過跨峽區辦案案遠警重彈並非第一次 2023年7月新北市一名警員 也是到新竹縣湖口相安宅7街 查棄遭通緝的外籍移工 不過雙方在對峙時卻遭到移工拿利刃刺傷脖子 幸好送醫後沒有大礙 不過兩次跨峽區協助的警察 疑似不熟悉地方生胎和狀況 才導致辦案過程中的危險 畢竟對方帶槍的豪意 只希望趕緊逮捕到嫌犯 別讓他們逍遙法外 東新聞 孫中榮 黃啟動 新竹桃園報導